明天因为我明天拍广告 因为我 我跟你们说了 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拍照 拍广告 拍MV 那跟拍戏不一样 你拍戏我就正常演 拍广告就是你时常这种的 现场他给你音乐那种的 就是刘老师 刘老师跟音乐动起来 刘老师来看这边 给音乐动起来 刘老师把肚子搜一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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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特别你你知道吗 就整整整的就是 我说一句话我就 整想在那摆pose 装 你知道吗 这拍广告就是这种的 要拍拍杂志也是啊 就是整场就是 刘老师把肚子搜一搜 就很那个 然后包括什么 就浑身不在 包括表情 这么就这样 你摆一个什么 摆一个酷一点的表情 我就这样 人酷一点不是这种的吗 就是酷一点 刘老师不要把眉头皱起来 酷一点 不要不要皱眉头 不要皱眉头 你不皱眉头怎么哭 我哭都是那种 哭一点是那种感觉 哇 嘴自然一点 嘴能不能闭上 好 酷一点 你知道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刘老师冷漠懂不懂 就是冷漠看待一切 就实际上 我不开心 我活着就是不开心 就是不高兴 啊 就你就那种冷漠 就怎么都怎么都不高兴 眉毛不要紧 眼睛正 眼睛 眼神不要散 盯住 眼睛不要 眼睛不要 眼光不要散 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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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这个 好走来 三二 累死了 你知道吗 你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就特别累 你知道吗 整就是一拍那个 他不想拍戏 我就拍戏 我就演 就正常就是 就其实就是自然的那种东西 包括唱歌 录音也是唱歌 或者综艺节目也是 就一拍照 我头都要大了 而且我这人有一个不好的脸 朋友们 就是我我左脸比较好看 我右脸不好看 每次每次拍照 他说哎你往那边看 我说 老师我 右脸拍就不好看 人都是这样子 很正常 大家都一样 对吧 是吧 你这个脸好看 你有人左脸好看 有人右脸好看 都这样子 对吧 都很一样 所以我直播的时候 一般都给你们看的 我左脸 现在也不那么好看 因为胖了 我就跟老师 老师说哎你往那边看 老师我 我左脸好看 你要不拍我左脸吗 不太好 没事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我给你拍 我就那好吧 那就拍两个右脸吧 拍完之后我说 你说的对啊 确实确实确实 还是拍左脸吧 啊 你知道吗 就很多大人不信息 我就知道不信息 我就知道不信息 我就知道这种人 你不不信吗 我告诉你我左脸好看 你不拍左脸 告诉我你相信你相信你 你太浮了吧 左脸刚毅 右脸温柔 左脸刚毅 你真会说话 你肯定是 做干摄影师 对吧 所有东西我最不喜欢 就是拍照 拍照和那个 好那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 嗯 录MV 啊 就是那种广告时代MV 就那种摆裤那种的 然后跟我玩一些瘦的东西啊 就你一定要想着 你就是那种 看待一切 世界上什么都无所谓 就是而且还很不开心 懂不懂 就不开心 世界上无所谓 啊就无所谓 看待 不要就目中无人 然后找那种feel 我也找不到 你知道吗 我也找不了那种感觉